他说吃了眼睛感觉特别的亮 然后可以视力比之前有增加 结果它是剂量太大了 就是有很多人都没有 就是对于这个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 各种营养素它的剂量 就是我们使用一种食物 其实营养素它也是提取食物的一部分 那你要去提取这个食物的时候 我们去使用到这个食物的量 不同的量补充 其实它就是一个自然疗法 它就是食疗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甲状腺有问题的人 然后他有这个甲抗或者是甲碱的这个问题 那么他的身体需要很多的热量 那很多的热量我们就可以使用食物去补 那花生它的热量就会特别的高 100克的话就有多一点的含油量高的 可以有七八百千卡的卡路里 那么如果你一天就吃二两花生 哇你就可以你就有可能会随随随便便的 你如果要吃成油炸花生 那随随便便就可以达到一千卡路里 那你一千你的消耗的热量达到三千卡路里的时候 你的花生二两你就可以解决一千卡路里 余下的两千卡路里你可以吃到饱 但是那这个它就可以去解决它消耗量很大的问题 就只是一个食物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呢 你又平时喜欢弄一点花生九点九 那你就等着脂肪干吧 你就等着然后早烫吧 它就是这样 所以它的食物就是我们重点要去看这个量 然后通过这个量的大小不同 然后来形成这种自然疗法 所以我们就会有各种的 比如说我们的断食 那我们清断食的时候 也可以去来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排毒方法 那我们去吃酵素钉的时候 也是一个简单的排毒方法 那就是看你要怎样 那以前你是吃肉的 那你现在突然一下改成吃素 甚至一天呢 我只吃到平时很少很少的一点 不饿就好 或者你今天直接就断食 它也是一个量的一个减少 当我们在这个量的减少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不同的功能 就出现给我们的身体 就开始在排毒了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排毒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排毒从了 除了我们要防止病充口入 我们减少了食物的用量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那其他还有什么 我们可以通过皮肤 汉液也是可以排毒的呀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会有这个清养的运动 然后Persilla每天都在带这个HIT运动 那大家也要来参加呀 你要来参加 你可以成为我们的清养会员 可以长期的跟随着我们来参加这个课程 你也可以呢 来体验 来体验 进入我们的百天的训练营 我们Persilla会有这个 一个百日的这个好习惯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百日足迹 百日足迹的一个自律训练营 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课程 那你是可以来 也是可以来早上的时候 像Persilla老师来申请 然后她同意呢 你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运动 那运动出汗 它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所以自然疗法里面其实有很多呀 那这个是从我们皮肤 从汗液里面去排了 那我们从大肠里面去排了 接下来你就要怎样 你要多喝水 然后可以从尿液里面去排出去 那我们排毒呢 基本上排毒的都是 我们会有两个方法 一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肠道 可以去清理干净 然后控制并从口入的这个观 然后就是从我们的尿液 你多喝水从尿液出 然后都运动从我们的皮肤出去 那所以自然疗法里面就是第一步 无论是谁呀 无论是哪一个医疗 无论是哪一个自然疗法 第一步一定都是排毒 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而我们排毒是根据我们身体的情况不一样 你吃胶素钉它也是排毒 我们断食它也是排毒 我们吃素了 我们之前是一直在吃肉 突然我这两天我就吃素 一个星期我有两三天在吃素 那你这个也是一个排毒的方法 就是它会有各种温和的方式方法 轻微的方式方法 也会有很多的 比较厉害一点的 就是好你一个月断食几天 完全断掉 然后来进行探食排毒 它也是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减重的 清阳课的学员 你减重到一定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进入到平台期 你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那这个时候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就是排毒 另外一个方向是干嘛呢 你就是要去运动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自然疗法 还有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怎样呢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调中 调中叫什么 就是其实是调理我们的脾胃 你的排便的问题解决了 对不对 你排毒的通道 排泄的通道解决了 我们有三个通道 皮肤 料液 然后我们的大便 你把这个通道解决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去调理我们的肠胃 这是第二步 所以调理肠胃 我们的胶素钉也可以来做到 胶素钉它是可以成为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 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拐杖 当然除了胶素钉 我们也可以使用到我们的胶素 但是使用胶素呢 其实我们的阿索的胶素呢 它基本上是属于草药型的 草药型的胶素 它就不只是说去解决你的肠胃的问题 它没有专门的去解决这一部分 但是比如说 它是比较的专业的 因为草药教育 其实它会很专业 比如说如果你是有肝囊种 那么你就要用 副肝的教育 加上抗癌的教育 那么你要常年累月的 每天都要去喝 我们在上海有一位老阿姨 现在已经过世了 她是肺癌晚期 她在在世之前的时候 她一直喝我们的这一款教育 只是喝这个配方教育 然后她其实当时是想要去解决她的这个 解决她的肺的问题 但是她的肺那个时候已经很严重了 就通过教育呢 只能是有一些缓解的作用 没有办法起到主要的作用 但是她的肝脏呢 就有这个肝囊种 然后她吃这个 她吃了一年多 她在检查的时候 她的肝囊种就减少了 所以当我们身体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 你要分开去解决 你要分开去 比如说你是肝脏的问题 那么会有这个配方的教育 那你是 你是这个抵抗力的问题 那也会有另外的配方教育 那么我们的自然疗法里面的第二个原则 是调肠胃 那调肠胃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液体教育 阿索德教育 其实是用来解决我们第三个问题的 第三个原则叫养缘 养缘的意思其实就是去养你的精气神 你要去养你的精气神 那么在我们的第二个步骤里面的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去调理肠胃的时候 你可能小孩子你会给他熬一些山楂片呢 那小时候比如说就像我们 常常会有突然不能吃饭的时候 然后父母就很着急 他们要怎样呢 就是用那个很大的那个柚子 那个时候小时候有那个很大的柚子 把里面那个芯呢 把它抠出来 它柚子肉抠出来 然后就把那个肉呢 把它多多多成那个很碎的肉 然后放到那个柚子皮里面 把这个柚子皮就 然后放进去再去蒸 蒸的时候 然后蒸熟了之后 再用这个给你拿去下饭 那你就 你就会发现 你就比之前好像吃的会更多了 那其实父母应该说 最担忧的一个点 就是怕小孩子不能吃东西 怕他肠胃不好 因为其实你如果肠胃不好 你想要长得好 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你的身体有什么问题 你肠胃都已经不行了 你想要补起来就太困难 比如说就像这个胃溃疡的人呢 基本上都会有贫血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消化吸收的问题 那以前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她也是这个 她胃溃疡很多很多年 然后她就一直都有这个 血不够的这个问题 就贫血的这个问题 因为胃溃疡她到一定的时候 或她里面她溃疡面 比较开始在变大的时候呢 她变大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她的慢慢的这个胃壁 在开始俯视了 那你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 肯定就不好 那你不好的时候 你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的消化吸收你都不好 你都吃不下了 特别重大疾病的人都是这样 有一天你突然吃不下了 那你还有希望能够好起来吗 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定第二步一定是养肠胃 那我们的教书定就是 我们会给重大疾病的人使用 那使用它是怎样 使用的量不一样 使用的量不一样 比如说我吃一粒的时候 是怎么样 就像今天我们有一位 另外一位清养科的学员 然后跑到辽宁去了 因为他的孩子在生养 然后突然一下就是全身 长这个叫什么 长湿疹了 然后妈妈就特别的担忧 那我给他处理的方法就是 第一步首先让孩子 一定要拉肚子把他排出来 这是第一步 所以他一接到孩子的时候 马上就给他吃了两粒 叫出第一步 但孩子才只有11岁 其实我们要求他只吃一粒 其实他就可以排 但是妈妈很急 给他吃了两粒 那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始终是个自然的东西 只是我们有一个限度 就是12岁以上你才可以吃 那11岁你要救急的时候 你偶尔吃 是不是也可以呢 可以 但是一定要经过我们指导 我们要很清晰的 知道你的孩子是什么情况 然后才确定要不要给他吃 当然 然后孩子 当然因为我们得失诊 他也会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压力 然后太冷了 太热 都有可能会发疹子 或者是你的衣服不是棉的呀 或者是你空气里面有什么污染啊 然后谁在刷油漆 你从那过 然后闻到一下这个化学的味道 你都有可能发疹子 都有可能 就是有很多种原因 所以呢 那压力也有可能 那孩子呢 有碰到妈妈了之后 他状态就变得很好了 就开始稳定了 然后他也拍照片给我看 其实也没有太严重 因为我看了一下 就是很小的一点点的 取了一点点的 这个局部的潮红 然后有一点点的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妈妈和孩子都比较紧张 然后我就想起我小时候 我家孩子在大概四五岁的时候 那成都天气湿热闷热 然后孩子被闷到了 闷到了之后 他就全身都发 哇发的那个疯团啊 那个可不是小疹子了 发的就是疯团 全身发 然后孩子又那么小 特别可怕的 就发的是很吓人的 然后就带孩子去儿童医院 拿了药之后呢 我就觉得 孩子一定是热到了 然后他 他每一次只要有这个 一热坏了 然后一变结 他也不喝水 他里面温度一升高 他就 他就排不出来 几天都不去上厕所 然后他那个风整呢 就发的越来越多 然后我就把它搞到 那个西陵雪山 西陵雪山因为 最热的时候 那个上面可能也 也就是只有几度 或者是零下几度 因为他海拔很高 我就会把孩子带到那个山上 结果药都没吃 带到山上就好了 所以这个太热 他也是个问题 然后有的时候呢 他的孩子他就说 但具体我不知道 他自己讲的是 因为太冷 然后跳舞 跳热了之后 一敞了一下风 然后就有问题 所以他都是会有 那重点就是 你一定要 无论你发生什么问题 一定是要排 排得干干净净 这是第一步 一定要排 无论是什么问题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 要去调理肠胃的 这一部分 那调理肠胃 给到大家的 因为以前其实我们的 整个的这个 阿手商店 就是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就是我们 关于养肠胃的 这一部分的教素 其实很少 因为所有的 胃不太好的 他喝教素 喝下去 液体教素 都会胃不舒服 很多人都会 所以用教素 来调理肠胃 其实他的液体教素 他的时间会比较长 因为他没有专门的一款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现在有这个教素定了 然后可以去补充 这一部分的空白 那这个实在是 他的这个受众面 是非常广阔的 就是你从小孩子 到老年人 从你身体非常虚弱的 然后寒食性的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 这个重大疾病 那他都是就小的问题 到大的问题 他都可以来使用 当然除了胜功能异常 胜功能异常 之前我们这个也是 在我们用的 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 就也是一位 清阳课的学员 他吃这个教素定 他的肾 他就是会有水种 平时有水种 当然有一些小孩子 比如说 比如说二十多岁的 这种偶尔 然后睡觉起来 会粘有一点 有一点腐种 然后也粘有一点腐种 这种 这种他不是 胜功能有问题了 他只是水代谢 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或者是肾有一点虚 那这种 他都不会有问题 但上来年纪 四十岁以上的 他胜功能开始 衰弱的时候 那其实这个时候 他吃他就会 就发现 他会过敏 但是他一停 但他这个过敏呢 是 他这个过敏 就是他的变量 会排得很小 就两变会排得很少 他还是要排 但是排得很少 就是会对里面 我们因为里面 会有很多种菌 对里面的某一种 菌 具体是哪一种 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其他的东西 我们都是食物类的 而且教素呢 是对于胜功能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我们的液体教素 最后我们就推断出是里面的某一种菌种 他可能对某一种菌种会过敏 因为里面加添加了很多的菌 那然后我们就让他停掉 停掉之后他就好了 然后他就所有一切都正常 所以算起来他也不叫副作用 只是说你就不能你发现有这个问题 你就要停下来 给到没有这个问题的人去吃 那所以我们的自然疗法里面的第二步 就是调理肠胃 大家一定要记得 那第三步就是养我们的精气神 养精气神你就会发现 他就会不一样了 怎样的不一样法呢 就是比如说你是肝脏的问题 你就要通过饮食啊 通过你平时的这个 比如说你今天啊 你是你的这个背哈 背其实就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清语表 你发现你睡觉起来 你的背心痛 某一个地方痛 那如果是中背部痛 那就有可能你真的是 心脏可能有一些共血功能不太好啊 如果你是腰酸背痛啊 肌肉疼痛啊 他也有可能啊 就是其他问题 那我们要怎样 这个这个肌肉的疼痛啊 或者是因为运动带来的这些乳酸 其实他是可以通过刮沙把关来解决的 所以这一次你看我 我本来从昆明是可以直接飞回来的 但是呢我们有个清养课的同学呢 是在贵阳 所以我就直接路过贵阳 因为我要去教他一些自然疗法 因为本来坐动车 就是可以这样一站一站回来的 那我就在贵阳停下来 我就直接去教他 那我要教你 怎么去使用幼山膏 怎么去怎么去做这个 然后顺便在这个地方呢 就待一天 然后也也要去感受一下整个贵阳 结果看见自己的内在真相 我觉得这个这个旅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还特别喜欢就是我自己在外面跑的时候觉得特别喜欢 然后我就去教他你要如何去解决 因为他平时会做的太多 然后呢就会有这个大佬的这个共学会有一些不足 那我们大佬功学不足是怎样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这个后面 我们Prishila讲这个清养运动的时候呢 他也会教大家一个这个一个动作 这样 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去解决我们的这个肩颈的一个问题 那除了我们运动去解决之外 那我们还要怎样 肯定我们还需要去刮沙拔罐啊 或者是怎样 每每两周哈 你要去刮沙拔罐一下 然后让这个肌肉是柔软的 那除了你没有去刮沙拔罐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你就不要去动肌肉了 你就直接用右膳膏搓就好了 就像我一样 我空的时候 我就会用右膳膏去搓我的这个整个的背部 然后保持我的整个的背部踏实 其实你有时候酸痛 基本上就是要酸背痛啊 你也没有别的地方会酸痛啊 除非你运动了 你走得太久了 然后你就会有这个腿的问题 那大部分时候都只是腰酸背痛而已 所以你就要去大面积的解决你的肩颈和你的背的问题 这个就是出右膳膏 然后使用刮沙拔罐的方式 这些它都叫自然疗法呀 而并不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有一个纪委的一个同事 他以前我们公务员的时候同事 他已经掉到了纪检尾了 那他就是怎样呢 他就是可以开车 然后突然 就是因为每天都做文件 他可以开车 突然一下 然后人就晕倒了 然后车就撞到别人了 然后直接就撞到街边上停下来 就造成了这么严重的一种后果 那像他这样的话 他就只能 只能怎样 只能就躺在医院里面完全就是输液了 输液输养 然后用这种方式 做个一两个月 然后再出来 那这个就是已经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医疗的 你就需要需要使用西医来解决问题了 那平时我们就要去解决 那自然疗法的方法 就是为了让你平时可以防患于未然 那这就是我们解决我们腰酸背痛的一些方式方法 那当然我们还会有这个教书 就是通筋活络的教书 他也可以 也可以从里面来解决 基本上你自然疗法去解决一个问题 你要使用多种方法 多种方法 就像我们的大蒜蛟狼 他可以解决幽门螺旋感觉的问题 可以解决肺部节节的问题 那他是怎样呢 他是一个副方 他并不是一个单方说 你只是在家里就每天啃两口蒜 你就可以解决问题 不是 他除了蒜以外 他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 他是一个副方 那比如说就像我们要解决我们的背的问题 你也要内服外养 是不是 你很多方法都要用上 然后他才比较管用 而且他也来得非常的迅速 那比如说如果说 我在昆明的时候 我再跟我朋友讲到一个点 就是说他想要美容 因为整个昆明呢 就是紫外线很强 然后他的脸就长了很多斑 我就说那清白40多度高温的时候 其实我也 因为疫情隔离 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没有去 每天要去洗脸 要去怎样 我什么都没做 结果我发现 把那个4月份带过去的时候 我满脸都长得一点一点一点的 这个黑斑 下一斑 然后这个脸的两边都已经长上了 我就发现我完蛋了 我就要想办法要去解决 这个这张脸也是名片 对不对 我要去解决脸吧 然后我就开始去寻找如何去解决 然后我就用内服外养的方法 比如说我里面 我会去使用 胶原蛋白 玻尿酸 内服的呀 然后左旋方 光安酸 这些东西你们都找不到 然后 然后我也会去使用到 这个营养素的抗衰老的 抗氧化抗衰老的这一部分 它都是内服 这个加起来我就有五六种了 然后我还要怎样 我要使用 要怎样去让这个脸呢 脸上的这个斑 要让它掉 我还要外面还要想办法去解决它 然后就开始研究这些方法 然后就好 我内服外养 我基本上回来 我两个月 我就把自己的一张长斑的脸就解决好了 是不是很爽呢 下次我们就要开始 开这个美容课了 对不对 就是内服外养的方法 但是我跟我们的这个 昆明的这个 我们的牌图师 我跟他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行 我抗拒 我抗拒营养素 我不要吃这个 你只给我外服的就好 只给我外面敷的 用的那个可以掉皮的就好 我觉得那是可以啊 但是你在一片干枯的土地上 干枯的土地上 你想要种什么东西出来 有效果吗 不可能 所以自然疗法 它总是会使用多种方法 去解决一个问题 它是一定的 自然疗法都是这样 比如说你使用胶原蛋白 每个人都觉得 我每种使用胶原蛋白 每个人都知道 我使用胶原蛋白 可以解决问题 我吃胶原蛋白 跟你吃胶原蛋白 你百分之百 没有这个作用 为什么 因为你身体缺营养 你的胶原蛋白 吃下去之后 已经被你的骨头啊 被你的身体器官吸收了 根本就倒不了皮肤 来来来 大家看一下我的脸 就是勇慧老师 带我 我刚养了一下我的脸 我给你讲 以后我跟勇慧老师 就是鹰婆婆跟金婆婆 不要一起跟我们一起加入 成为妖怪的行业 然后我们昆明的这位 我们这位朋友 其实也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排毒师 在三四年前的时候 有参加过我们的排毒课程 然后我去昆明市 想要入股他的自然农耕的 那个农场 想要跟他聊这一部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看到我的时候 然后我跟他讲美容的 这一部分的时候 他跟我说 你这样正常吗 一个人让他一直都不老 正常吗 我说我心里爽就好了 我说我是保鲜的就好了 我没有觉得他不正常 我觉得很正常 其实就是每个人的 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每个人的观点 是完全不同 然后他在看到我的时候 他觉得跟三四年前的时候 完全是 完全是两个样子 他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他就觉得 你一直像个老妖怪一样 是正常吗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自然疗法 养我们 养元 养我们的精气神 其实还有 要养我们的内在 你的内在 如果充满着压力 你的脸上是不可能 再放光彩的 你不可能有容光焕发的 所以我们就会 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这些都属于 自然疗法的这一种 好那我们今天 基本上给大家讲到这里 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还会给大家来讲 因为我们要去养元的时候 这里面的内容就太多了 他针对几百种 疾病的自然疗法太多了 我会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讲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 首先你们一定要记得 排毒是第一步 虽然你还没有开始养 但是你一定要排 一定要排 要使用排毒的方法 使用教肃钉 那我们请我们的priscilla 来结束我们的今天的课程 请她来给大家带一个静心 然后让大家可以 好好的去睡觉 好不好 你也太突然了吧 我才刚敷完脸 不要我们就 要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但是我要拿一下我的手机 我认真听你讲话 都会带手机 其实没有关系吗 好 我这两天回来 真的是 困得半死 我一直都想睡觉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一直都在睡觉 然后昨天火供的时候 我在贵阳 然后整完火供的时候 直接在酒店睡了很久 困得不行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今天早上火供完了 我又困了 看到下午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君向老师在讲课 那会我特想去偷偷睡觉 我又怕一会睡过了 然后啥也睡过了 现在快睡着来催眠 然后我一会要去睡觉了 我的手机突然找不到 我们来 今天来总结一下好了 就是呢 来 大家给你们讲 今天最好的精心疙瘩 就是消瘦冰 大家把它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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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